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去连接它 从这上面看我们这个气缸要加导向轴 所以跟它同步的时候 那么这个宽度就应该是方向板 于是我们这个配合要改善 首先这个边和这边我们散掉 然后这边和这边也要散掉 因为这个气缸相关的配合的关系也要散掉 这样我们先让 先在这个位置画一个A2型连接板 这个A2型连接板我们画一个连接板 A2型的连接板 那么我们在这里 A2型连接板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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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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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毫米 4毫米 拉伸 总长度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长度 给它90毫米 然后再接下来切除 直径于16 18 20毫米 做好这个之后 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保存到 这样 行进去 然后再插入 插入过来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都是活动品 我们待会儿再去吃了这个 怎么去连接 先把这个和这个连接一下 这边和这边连接下来 那么这样子做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面 把这个面也要配了一下 然后再测量一下 这个的长度 62 那么 这个边和这个边 90-62 90-62 14 反转 OK 这样就刚好 分钟 分钟之后呢 再去看一下 这边和这边的位置 25 这我们可以随便给他 10分钟 隔了15 反转一下 现在呢 这几个呢 都是固定式 这三个东西 这一个东西 是固定式 那么接下来 就是你的前面的这一端 那么前面这一端呢 就是我们 这里要通过直线轴的路口 直线轴的路口 这可以 那么你可以进米4米的网站去找 这个直线轴 这个呢 我们跟这个比例对称一下就知道了 跟这个比例对称一下 我们现在呢 这个呢 轴是多少 要比它粗 6 我们这里用直线12 直线12 直线12 而且这个轴呢 尽量的 偏长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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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这里就 用米4米 选去软件 其实我在这里再说一遍 米4米 雅德克是怎么安装的 很多人不会 在下载之后 解压了 解压之后呢 那么你直接找到 这个雅德克的文件夹 解压之后 就是这样子的 找到之后 然后在Software 这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有一个叫应用程序 cdstart 这个你一定点两下就可以了 或者你发送到桌面上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一定要去应用程序 这种图标 长得这种样子 OK 这样就不用安装了 米4米也是这样 你打开米4米 然后呢 在Software 然后也是cdstart 点两下 或者发送到桌面 OK 这里我们就写直线走成 有很多种 我们用标准形态 我们用标准形态 T12 Yahfalan 然后呢 A2的长度 反正这个 然后我们再打出 所以我三个 这个应该是输出文件 STP3D 这个应该是输出文件 STP3D OK 把这个输出之后 换掉它 然后我们再打它 好 把这个呢 滑成下 滑成完成之后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直径数 42 OK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文件打开 不要有干涉 好 切除 好 刚才没量一下这个位置 没量一下它的那个 那个 中间的呢 外面的呢 一个 嗯 我们给它30 二十四 OK 切掉 把层上 然后 然后我们再插入一会儿 那么像你这种东西 轴弯之后 一定要中间加个加长筋 啊 这里一定要加一个加长筋 这个 反转 反转价 当我们反转之后 再测量一下这个外缘是多少 21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给它22 就可以了 因为外面的这个 如果这个 有22的这个 啊 标准 所以 就用各种标准的 不要你给它 23啊 或者 21啊 就行 那就可以了 这个 好 就这样子的 那么 统底这边呢 其实就是有一个轴啊 有个12的轴长 这个长轴呢 我们这个长度啊 这里 到这个位置 我们给它300 长就这样 好 两文件新建一个 这个 这叫导感 12 这个长度 导感 那长度 三吧 阴下 看这个 插入导杆 把导杆划过来之后,配合一下 接下来的这一边,和我们连接的这个板是有很大完事的 这个板的连接,我们直接就跟这个面配合 这样有两个孔就可以连接一块板 接下来这个板上面就连接一个锡盘就可以了 你只要在这两个孔就可以了 这样做好之后,接下来我们这个东西怎么去装 就配合它,好,这个是90 这个是400 我们把这个编辑一下 插入参考计准面 这里我们不算了,用几准面对几准面分钟的方式来做 这样,然后在操作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那么你这里也有一个几准面 把这个几准面选中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的几准面 先把这个几准面和按 选这两个几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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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点一下配合就可以了 这样呢,他们就会分钟 然后呢,这个高度 高度我们让这个面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面 有一个距离可以看 距离可以看 就差不多 这里可以看 我看 好 那你做了这一步之后 你接下来呢 这个本身,它上下要可调 前后呢,是这个气缸来到 所以前后不需要可调 上下需要可调 那么,它的固定板的方式是这样的 那你就要在这里做一个连接的连接键 这个连接键 一个开槽形的U型槽 因为它这个距离比较远 好 你要画一个这样的U型槽 然后在这个U型槽上,就得把两个孔 长形孔,然后这样锁 这样锁 是不是说在这一侧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固件 然后呢 你在这个位置 在长形孔 走在这个上面 这个孔呢 这个黑色的是长形孔 这个呢,是牙孔 就可以了 这样就得一上下 有很多种方式 但是,这个呢 其实,现实里我们做的这个东西 没有这么多距离 可能更近一点点 可能这个模具没有画的那么好 那么准 应该是贴得很近的 大概在这个位置 所以就可以了 好 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 应该不怎么办 然后呢,你就是振动盘 振动盘的振料呢 你要找振动盘的厂家去做 然后出料要做的方式 然后就可以了 这个高度的定好在这个位置 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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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好